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手法是 逆漸層的方式 怎麼樣用手刷的手法 把這些深色的頭髮向下延伸 就是那個剛剛不見了 然後去做一個深的菌質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Ray 我大概有看到訊息 好像你說你這兩天才懶人 前天 前天啊你不喜歡 怎麼不喜歡 就是因為就是之前 有飄 然後就變成有點傻眼 所以你現在的問題應該講說 這個顏色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他蠻好看的 當然可能就是說 你上下的這個段差 因為如果今天我把你下面也染成 像這樣的咖啡色 也不太有意義 因為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到了之後 又會跑出來 因為有飄沒飄 那你可能也沒有辦法 無止盡的一直去飄你的髮根 你應該覺得很困擾 所以今天大家要想一個方式是 怎麼樣讓你這一槓 可以不要那麼明顯 對於這一種曾經飄過 長出來有布丁的人 你除了再去飄它之外 它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你的頭髮 後續長出來很自然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手法 是逆漸層的方式 怎麼樣用手刷的手法 把這些深色的頭髮向下延伸 然後讓這兩個顏色 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有飄跟沒飄的頭髮 本身就缺乏了一些激色調 像它下面的頭髮有漂過 所以如果你沒有補充激色調的話 通常染出來都會太灰 它太灰就沒有辦法跟 髮跟那個帶咖啡色的頭髮 接在一起 所以我現在要去調整的是 它的銜接段 我要讓它在 下半部漂過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可以呈現出 咖啡調的質感 其實這樣才接的水 所以我會用 SWACO的6-6 因為6-6它帶的就是比較 多的咖啡色調 它能去補足我們 頭髮被漂掉的這些激色 但很顯然的是 6-6呢 明度絕對不夠 因為在漂過的頭髮 上色了一洗掉又沒了 所以我還是要添加 一定比例的激色調 那激色調我覺得用4-0 然後比例上我可以先抓個4-1 一樣喔 我們用一個 很常見的逆刮手法 只是等一下我們會反向來操作 以前我們這樣子做完 我們會針對這區塊做漂色 但等一下我會針對 是這一個被我刮起來的區塊 去做深色上的處理 等一下這一區塊的頭髮 被我上回深色之後 那當我們蘭好輸回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有一個很深的鋸齒狀 那就可以去柔和掉 本來的這一塊界線 欸我沒有 我沒有故意讓你 沒有再搞論 因為我真的需要做這件事情 它這樣刮上去就是 它待會上色 只會上到 油刮上去的那一部分 我沒有講錯 沒錯 小胖你不是想創味嗎 沒有 你要了解消費者他真的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我也可以把髮根漂起來 然後讓上下顏色一樣 可是對於不想要一隻補暖布丁頭的人 他可能每兩個月就要定期去漂一隻髮 這其實傷害蠻大的 所以如果今天打用這樣的方式 那變成說 它之後長出來的頭髮 就可以有一個順利的險境 進可攻退可守 看到了 是不是 你的那個剛剛不見了 然後去做一個生的菌質 所以你的顏色還保留著 但是 你就會覺得這個轉換 好像很自然 可是其實上下顏色就是很會長 所以很生氣 然後內層也有外出零 所以你綁頭髮的時候 不會那麼乾燥 好不好 然後我們可以其實比較一下 我覺得我們今天做的東西 我會在無形之中 讓你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我們把真正的問題給解決掉 現在各位已經完全看不到這條路線了 你看得到嗎 那在我的設計裡面中 有一項是 我要順著你頭髮的特性 把你的缺點掩蓋 但是保留了一個優點 所以我覺得你頭髮才剛染 這個顏色我認為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蠻好看的 所以我保留了它這種霧感的顏色 所以我只是把你的咖啡色 用視覺的方式 做一些很深的鋸齒狀 我就可以達到 去模糊掉你這條槓的問題 可是我卻沒有把 你染上去的顏色給全部 謝謝大家 我一定要掛付 我現在不打算 請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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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